时间红尘梦,几人能看透 漂泊轮回路,穿浮在梦中 人生是梦梦是人生难的 海长师父你好 我是1955年的属羊的 想问什么? 想问身体的健康 啊 你的脑子里啊 经常会想不通 有忧郁、自闭 对 你的眼睛不好 对 你的心脏 经常胸闷 气急 对 你要注意 你这个人 肾脏不好 腰不好 对 你还有腹科不好 对 你身上有调过的孩子 对 还没有念掉 还没有超度调 对 你好好把它念掉 好不好 好 你年轻的时候 我有一段感情 非常的伤你心 你到现在 还很不舒服 对 台长要你把这段感情慢慢的放下 好 不要再去想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过去 我看你图腾 我可以拉回来 你年轻的时候 很漂亮 你现在老了 不要再去想了 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有要注意 你手啊 会发麻 手脚经常发冷啊 冰冷啊 对啊 有时麻痹 麻痹 每天早上麻痹 对 对 所以一定要当心 一定要改掉 你一定要吃单身片 否则的话 你的血脉不合 你 其实你的腰也不好 而且你的颈椎也不好 对 再被我讲下去 全身都是病的 全身都是病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 你呢 把孩子赶快念掉 家里 佛台射了没有啊 有 有射了是吧 对 蛮好 佛台倒还可以 蛮好 嗯 你就是 你就是 烧香的时间不够 哦 明白吗 还有 我看你这个佛台上 水果供的很少 对 对 太小气了 给菩萨吃的水果供一个 两个 听得懂吗 我想问你 我的颅癌怎样 现在 什么 颅癌 哦 有 数什么呢 再讲一遍 主阳 我帮你看了仔细点啊 左面 我告诉你啊 已经 有点 扩散了 软组织 已经扩散了 有点 糜烂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是太好 要动手术的 我看你 应该已经 动过一个 小手术了 对 你好好的 吃全素 好不好啊 我现在有吃全素啊 多少时间了 大概有一两年 一年 两年 你坚持一下 半年当中 不发 好好地许愿 吃素 念经 我看半年之后 你这个病就 萎缩了 因为你这个年纪 我看你这个 整个的乳房 在萎缩 所以不会再 发了很大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觉得你问题不大 现在你基本上不痛 也就是晚上的时候 有一点脏痛 基本上不痛的 没问题的 你好好念经 放声好不好啊 好 而且不要经常很辛苦 因为你老觉得这个不开心 那个不开心 你千万不要太不开心 好不好啊 好 其他没什么问题 你现在几岁啊 我看看你的阳寿 还有多少 现在几岁啊 六十一 六十一是吧 那你真正的节是六十六岁 你特别当心 六十六岁在过去 你就可以活到七十四 好吧 好 所以你好好活着 好好念经 以后要出来 要以声说法 就告诉别人 叫人家都要做好人 都要念经 要学佛 要拜佛 好不好啊 好 好了 没事了 师傅想问问你 我们家里的孩子好吗 什么 我家里的孩子 他家里什么 你这个是你的孩子是吧 这是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 你想问他什么了 我想问他的 七几年了 他数什么了 七六年属龙 这个孩子还可以 孝顺也蛮孝顺 听话也蛮听话 就是感情运不好 感恩师傅 你以后 找男朋友要特别当心 因为你很难找的 因为你会被人家骗一次 第二次才会真正碰到你的感情 听得懂了吗 好的 不要随便找 好吗 好 吃素了没有啊 我吃全素了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腰不好 师父我想问我念的小房子质量好不好 七几年属什么呢 七六年属龙 很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鲁君同台长 感天大慈大悲龙天后发神 我会留导致 晚生净土老深深 这才是这 解脱 Zither Harp